搜索娱乐讯近日 沈月 王鹤地 关红 梁姓康 吴希泽主演的《流星花园》正在热播 不仅蝉联同时段收视冠军 也收获了超高的话题热度 成为了熟悉最强热剧 此外 《流星花园》在Netflix上线 在海外掀起了新一轮的流星热潮 相关热度更是持续不短 《流星花园》湖南卫视青春进行时剧场周一 至周三22点两集联播 花样繁星种夏夜追梦恋与甜蜜来袭 《流星花园》海外热播菜四场甜蜜互动也关注 《流星花园》在国内播出后 收视了一只稳居全国网 52成同时段第一的假计 网播量高达30亿 除此之外 微博《流星花园》话题阅读量升至35亿 讨论量升至360万 相关话题更是持续霸榜 微博热搜引爆网友讨论 值得一提的是 随着《流星花园》在国内的热播 海外版《流星花园》紧随其后 于7月14日在美国Netflix上线 据悉 上线之前就有海外观众表示 对此具期待已久 而《流星花园》一经播出 就迅速在海外社交平台掀起了广泛讨论 收获海外观众喜爱 网友纷纷表示剧集值得一看 其中山菜和道明寺被格外看好 相关拍摄花絮也受到了海外网友的追捧 甚至有网友大呼看了花絮 被山菜和道明寺系里系外的互动填到不行 邻家女孩沈月受欢迎 F4成新青年模范代表《流星花园》海外版热播之际 剧中出演沈月 王克蒂受到剧蜜热捧 更有网友直夸沈月的活泼可爱 像邻家女孩一样惹人喜欢 王克蒂清新俊朗的外形 简直是从漫画走出的人物 而气质不凡 品学间有对F4堪称新世代青年的模范代表 同时《流星花园》所传递的青春正能量获得观众称赞 山菜和F4在青春追梦录上所展现的乐观向上精神 无疑为当下年轻人树立了良好的标杆 在接下来将播出的剧集中 几位主演的成长历程 以及追梦之旅将得到更全面的展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